据警方调查,这起车祸发生在今天上午10点半钟左右 歌手王莫军和芝麻龙眼等一行 上午由台北搭乘飞机抵达高雄小港机场 由机场搭乘计程车赶往高雄国宾饭店 行经中山四路200巷附近,发生了这个不幸 不幸死亡的歌手王莫军,民国53年生浙江人 在参加歌唱名人排行榜时被发掘,进入歌坛已经8年 上个月才出版了一张专辑唱片 市场反应不错,成为新崛起的偶像型歌手 这是他前几天刚刚录制尚未播出的春节特别节目 在一片喜气洋洋的不景前 王莫军却选唱了一首悲苍凄凉的歌 其中的几句歌词,现在听来真让人不声唏嘘